作為一個90後的老師傅 台場對我來說 就不只是一個旅遊景點 它還是我童年的回憶 數碼暴龍的主戰場 話是說為什麼數碼暴龍是叫暴龍 明明只有暴龍獸那幾隻是暴龍 是不是跟翻山豬樂館同一個道理 翻譯那個見到一張poster 嘩這隻暴龍這麼大隻 叫數碼暴龍就不要死了 之後就糟糕了 八個主角只有一隻暴龍 好了廢話少說了 難得來到這裡 那就做一次台場的數碼暴龍巡禮 順便看看台場有什麼地方好去 首先我們搭JR 去到新橋站 然後轉搭百合海歐號 去到台場海濱公園站落車 這裡建議有機會的話就坐車頭 因為那條路的風景是超美的 特別是這個360度的大會船 坐到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看著它轉真的好鬼正 下車之後我們就會在附近 看到一條很多黃綠色框框的路 不知道大家對這裡有沒有印象呢 旁邊那棟建築物就是太一的家 看來太一都是一個有錢仔 住這個地段風景又漂亮 然後我們繼續跟著太一走 走到最近那間Family Mart 這個位就是亞古獸 大戰奧家獸 然後被個洞吸上數碼世界的地方 大個才知道原來這一集的導演 好像特意做到太一和朝光有些曖昧 我小時候看都覺得怪怪的 太一哥哥不要走啊 好了然後我們再向台場方向慢慢走 首先就會經過Dance Tokyo Beach 這間商場都幾多東西走 有台場一丁木箱店街 台場怪奇學校鬼屋 電子主題樂園 東京Joypolis 和視覺藝術館 可以過來玩一下 幾不錯的 離開間商場之後繼續慢慢走 我們就會去到富士電視台了 這裏就是數碼暴龍的BOSS 吸血魔獸的大本營 亦都是巫師獸戰死的地方 巫師獸好慘啊 大家去到記得去悼念一下他 巫師獸R.I.P. 現在電視台裏面 就在做一些和動漫相關的店舖和展覽 有龍珠、海賊王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在電視台附近走多不多遠 就會去到彩虹橋了 這裏就有紀念入法友好的 台翔自由女神像 當日就算這裏被究極級血魔獸摧殘遠 他都依然壓立不到 另外既然來到這裏附近 那就怎少得去看一看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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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完這裏之後 我們就再坐海歐浩 去東京國際展示場站 見到這麼大把腳 就知道這裏在哪裏 這裏就是吸血魔獸收物人質的地方 也是先人掌獸進化作花仙獸的地方 花仙炮 基本上來到這裏 數碼暴龍巡禮就完了 跟很多人一樣 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卡通片 都是寵物小精靈和數碼暴龍 這樣說好像很老是忽 不過我真心覺得 數碼暴龍以前的設計 真的很出色 特別是COCO數碼暴龍機的一代 有種寫實和恐怖的感覺 不過可惜數碼暴龍不生性 第四代之後出的都一般 try簡直是悲劇 如果不是這樣 都可能可以跟寵物小精靈困一下 還有我覺得以前的卡通片 真的好看很多 題材內容都成熟些和黑暗些 不知為什麼 明明因為互聯網的關係 現在的小朋友思想早熟了 但是卡通片的內容 就反而沒有以前那麼辛辣 變成了最有疑向感 我想大概都是因為怕被人投訴吧 你知道現在的社會這麼多怪獸家長 總結來說台場還有很多東西玩和看 不過可惜的是因為疫情的時候 就關了摩天輪 搞到現在好像沒有了地標 不過我還蠻推薦過來做半日遊 好吧 介紹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